看完这么多勇者改变命运的影片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 也很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我们来看2016年 我给水瓶座改变命运的决胜点建议是什么 那就是保有叛逆 越错越勇 事实上很多水瓶座 你目前已经是一号人物了 比如说在工作上面 你已经升上了一个位阶 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终于你是一个咖 被人家看得起 而且最近也挺有表现的 财运也越来越好 这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你的叛逆性有稍稍减弱的趋势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不能够再叛逆了 很多事情绑手绑脚的 所以咯 我会觉得转变命运的决胜点 是赶快把你那个叛逆的自我 那个外星人的部分找回来吧 因为这是你的特色 你的特色是不能丢掉的 不能因为世俗植物的捆绑 就使你变得平凡了 变得平凡可是你的致命伤哦 第二点 我说的越错越勇 指的是外人的评价 以前的你呢 可能是话外知名 所以大家都跟你处得很好 现在的你呢 周遭有很多事情 利益纠结 利害关系重重哦 所以你也会觉得 好像外界很险恶 别人都是有求于你来 才靠近你 或者是你跟别人的交往 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没有那么轻松了 这当然有两种思维啦 也就是预知所致 傍益随之哦 所以那反而是你的市场所在 那反而是你展现power的部分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要学会自信一点 因为你的运势挺好的 所以不需要为此而耽误自己的脚步哦 还有有钱就赶快赚吧 因为这是你难得一见的大财运时期哦 这当然钱是很重要的 也会翻转命运哦 所以这是2016年 你要转业命运决胜点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